今天是4月22日 是世界地球日 面对日益暖化的地球 自然环境生态遭受破坏 县议员张维华日前结合南投县佛光会 共同发起少肉多蔬食连树送树苗活动 鼓励民众一人一棵树 多种树做环保 并以签署连树输的方式 希望大家共襄胜举表达支持 4月22日是全世界的世界地球日 不管是在任何地方 任何时候 只要是4月22日 我们只要拿一棵树苗 来种这个树苗下去 这就是知道我们是一人一苗 一日一散 把爱发扬出去 我们希望所有的任何人 藉由任何时候都要想到种树苗 让这个地球能够永续地经营下去 这个地球是所有大家的 我们希望我们藉由这个世界地球日 能够种更多树 能够爱护地球 这场连树活动 另外由佛光会志工利用简报 解说地球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民众温立娇肯定张维华议员办理这项活动 十分有意义 他也很喜欢种树 希望大家共同响应 少肉 多蔬食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环保日 因为地球已经暖化这么严重了 所以张维华议员他办这个活动 我感觉很有意思 我很赞成 很欣赏 我喜欢种树 我也希望大家都一起来做环保 吃素食 可以大家一起来爱地球 就地球 参与连树的民众十分踊跃 在听取地球日简报说明之后 每人都领取了一棵树苗 有桂花 有杜鹃 张维华议员期许透过世界地球日的活动 唤起大家共同面对地球暖化的问题 进而能够达到一人一树 少吃肉 多吃蔬食 爱环保护地球的目的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